大家好,这是我上个月栽种的一盆兰花 当时也跟大家分享过视频 那么今天呢,我就是把它的盆土表面轻轻拨开 看了一下,发现了它长了一点这个新根出来 那么我待会儿就给大家拖盆看一下 现在它的根长得怎么样 那么在拖盆之前呢,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盆兰花相比较平时栽种的那些兰花呢 我这个时候多做了两步 那么多做了哪两步呢 首先第一步呢,这个质量呢 我们刚开始呢,会先把它浸泡至少24小时以上 然后呢,我再用这个蓝军王给它浸泡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蓝军王我是稀释500倍 然后呢,浸泡之后再来栽种的 之所以用上蓝军王呢,是为了给它这个植料补菌 让它后期呢,这个盆土里面的这个蓝根菌啊 能够更快的繁衍出来 更有利于它长新根 而这个蓝军王也具有很强的一个针根触芽的效果 所以呢,可以让它能够更快的浮盆,爪新根出来 那么第二个点不同的就是,我在盆底啊,给它放上了一个这个沥水罩 像这个沥水罩呢,我们把它垫在盆底了 可以增加盆底的透气性沥水性 这样浇水之后呢,不仅很容易沥出去 不会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 而且还有利于根系的生长 那么说完这两点不同之后呢,我再拖盆给大家看一下 这盆兰花之前呢,根呢,其实是比较少的 有非常少的根 然后大家看,这个是我在底部放上的这个沥水罩 是垫在盆底的 然后大家再来看,这一盆呢,原本它的根啊,比较少 这些的都是一些老根 然后现在呢,这底部长出了比较多的这个水晶根出来 然后上面,大家看,这是最关键的,长了非常多的水晶根 然后这里啊,还长出了一个新芽出来 那么我就大概数了一下 直接从甲林静这个部位啊,长出来的这个水晶根呢,就有十条之多 然后呢,它原本的老根上面呢,也有很多啊,是长出了这个新的水晶根出来 所以,采用这种方法,多做这两部啊 它长根冒芽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除了做好这两部之外呢 其实我们再给它进行修根处理之后呢 这个杀菌工作也一定要做到位 一定要消除这些空根,烂根,消除变照 然后呢,再用一些多菌磷呢 或者是带生母星,给它稀释之后浸泡 给它做好全面的杀菌工作 然后后期呢,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有闪色光的地方 然后呢,通风环境比较好 这样的话呢,才更有利于它浮盆,长新根 所以呢,事实证明啊 用上这个南军王再加上逆水灶 这个南花呀,长新根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冒的根来特别多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